边疆的收复之战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也一直都是我国历代攻克的难题 特别是在清朝时期 一场新疆的收复之战 让朝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身处内忧外患的清廷 无力面对多方力量的纷争与侵略 导致新疆陷入无尽的战火与混乱中 为保卫国土完整 清朝政府派遣左宗棠作为钦差大臣 前去收复新疆 清朝有人写了一首诗 专门赞颂左宗棠收复新疆 大将筹编上尉还 胡乡子弟满天山 新灾阳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与关 作为晚清明臣 民族英雄 左宗棠一生征战无数 其中最为人瞩目的莫过于 他收复新疆的壮举 然而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 面对主动投降的叛军 左宗棠下达的命令却是 不留生福 降了也杀 这看似是一条极其不人道的命令 在平息太平天国的造反时 左宗棠即使大胜 也并未杀绝所有战俘 尽显人江之风 为什么在收复新疆时 却做出如此不留生福 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决定呢 知晓事情来龙去脉后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左宗棠所为虽然有些残忍 但也正是这条军令换来西北地区几十年的安定 1864年 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回族农民 在1864年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场起义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中亚地区浩瀚韩国的阿古柏 趁机入侵 沙俄 英国等列强纷纷燃指新疆 企图分裂中国 新疆地区开始分裂 割据 新疆为什么会爆发 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 19世纪60年代 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一直都自以为是的 天朝上国被英国的大炮轰开了国门 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掠夺 国家风雨飘摇 清军对外作战连续失利 列强在大清横行霸道 清政府为保证自身权益 只能对百姓横征暴敛 在各地区强加赴税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 清政府加给其他地区的赴税摇曳更甚 全国上下民不聊生 哀鸿遍野 西北边陲地区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属于重要战略要地 距离清政府又是天高皇帝元 一时间可谓风云涌动 1862年 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入陕西 打着排满 反汉 卫教的口号 鼓动回民同太平军一起反抗 清王朝的统治 随着起义范围不断扩大 天山南北陷入了动乱之中 1864年 新疆诸多首领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不约而同先后叛乱 纷纷在屠鲁番 喀什 和田等城市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封建割据政权 金响印占领着南疆喀什嘎尔 阿洪 妥名占领着北疆 热西丁占领库车 哈比布拉占领者 和田 苏丹占领着伊犁 当时的新疆地区被这几股势力搅得不得安宁 各地的领导者为扩大地盘互相攻伐 导致当地社会秩序混乱 民众生活陷入困境 其中占领着南疆喀什嘎尔的金香印 在攻打舒勒城时吃了大亏 就去找到了向中亚的浩瀚国求援 浩瀚韩国既于新疆之地 也早已不是一天两天 他们曾多次挑动新疆内部 希望借此脱离清朝的控制 改上新疆动乱之时 而清政府又全力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严峻考验 红秀权这个名字 几乎让同志皇帝夜不能寐 边疆的混乱局势 自然很难得到足够的重视 正是看着了这一点 浩瀚韩国抓住时机要分一杯羹 1865年 浩瀚韩国派军事统领阿古柏前来帮助 他强行带兵进入新疆南部 占领喀什嘎尔 结果阿古柏不满于帮人打仗 意图自己在新疆称王 他利用重金收买当地权贵 表面上是为稳定当地局势 实际上却是为占据新疆并割据称王 周边各部族的矛盾争斗不断 最终阿古柏逐步掌握实权 他杀了当地大大小小的部族统领 成功夺取新疆大片地区的控制权 在南疆建立起了折德沙尔韩国 之后 其势力更是不断向四周扩张 率领军队侵入了乌鲁木齐和图鲁藩盆地 很快便统一南疆和北疆 基本将新疆吐鲁藩以西 乌鲁木齐等地全部占领 1867年 阿古柏原先所在的浩瀚韩国 被俄所灭 他相当于自立门户 加之浩瀚韩国跑出来的七千多人 都加入了他 这一下子 阿古柏在南疆彻底站起来了 在统一南疆之后 他自立为大汉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洪福韩国 意图将新疆从大清朝的版图中割聚出去 至1870年 阿古柏已然成为新疆最大的政权 这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清王朝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新疆作为中国西北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就是中华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旦被阿古柏割离 不仅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的领土完整 也会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同时 沙俄也趁机占领了伊犁地区 随后承认了阿古柏政权 试图以此为跳板入侵新疆 以便继续在中国西北攫取利益 另一方面 英国在完全占领印度之后 也开始基于喀拉昆仑山以北的南疆地区 甚至为了抢在沙俄之前涉足新疆 英国早早联络了阿古柏 并取得了通商等诸多特权 还暗中为其提供武器 新疆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 中国主权遭到赤裸裸的侵犯 好在这个时候 清朝逐步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 军事实力得到些许恢复 终于有空调过头管管滇江的事 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清政府曾派出大量外交使节和谈 但阿古柏仗着自己兵强马壮 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 态度十分强硬 清政府想要和平收回新疆 已然不可能 按理说出了叛乱就该镇压 但此时日本也趁机发动侵台 中国开始出现海疆危机 1874年5月 日本政府派军3000人进犯台湾 清王朝可谓父辈受敌 想同步支撑海防和陆防 对签了一大堆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来说 几乎不可能 所以朝廷内部围绕保新疆 还是保台湾的话题 争执不休 又没人敢真正下个定论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 主张海防 认为新疆是各方寄予之地 即便是收复了也很难保住 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而且是东南沿海的重要防线 所以一定要保住 而左宗堂清楚地认识到陆防胜与海防 从重要性上来说 新疆地区是中国西北屏障 若新疆失守 西北威夷 西北威 龙幽 关中腹地都有可能不保 京师必然大乱 当下大清风雨飘摇 这是万万承受不起的 他多次向慈禧尚书 要求一定不能完全放弃西北 左宗堂一生征战无数 当年镇压太平军事 清政府主要靠的 就是曾国藩和左宗堂组建的乡军 在曾国藩的举介下 左宗堂受到咸丰帝的重视 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用四年时间从太平军手中 将浙江多地夺回 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 能力出众的将军主动请英 清政府也就批准了他的上书 任命他为钦差大臣 督办新疆军务 只不过朝廷没钱 想要去评判 军费得自己筹 户部只拨出二百万两来 剩下的八百多万两银子 都是左宗堂通过各省众筹的方式去凑的 其中一大半还是靠着爱国 挥伤胡雪岩的个人出资 才筹几道的 将地域辽阔 地形复杂 而且敌人的实力也非常强大 要想保证战争的胜利 就必须得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左宗堂的战术非常清晰 先攻相对薄弱的北疆 同时还可以率先占据 具有更大政治意义的乌鲁木齐 为了利用沙俄和英国之间的矛盾 左宗堂决定暂不直接收复伊犁地区 而是集中兵力 消灭阿古百建立的伪政权 然后再与沙俄交涉 迫使其交出伊犁地区 在进兵时缓缓前进 以屯田的方式来尽量弥补军饷不足 同时尽量减少对百姓财富的征收 另一方面 缓慢进军的同时也要迅速集战 此时的大清国库空虚 军费开支一缩再缩 只要大军一旦出发 必须要速战速决 最好是在一年半载内就结束 避免后续不足的情况 在筹措好军饷后 光去二年四月 左宗堂从甘肃正式出兵 开始向新疆进军 1887年四月 左宗堂率领大军兵分三路攻打板 托克逊 图鲁藩等地 没有百姓的支持阿古百政权 根本无法阻挡左宗堂的强大攻势 最终防线全面崩溃 这批军队是左宗堂提前一年前就开始训练的精锐 战力极强 再加上左宗堂调度友方 很快就将阿古百逼至绝境 4月26日 三城被清军拿下 阿古百逃至库尔勒地区 自觉气数已尽 服毒身亡 然而其次伯克 狐狸依然负于顽抗 率领着两千残军继续与清军作战 左宗堂建清军已取得战略上的绝对优势 决定全力追击叛军 在一个月内及时一千多里 连克连克南疆东四城 在追击途中 不少叛军将士愿意缴械投降 但左宗堂却下令斩尽杀绝 不接受任何投降 将所有生负都置于死地 这一命令如今看来可能并不人道 不符合历来战争中缴械不杀的传统 左宗堂过去平乱也没有杀福的习惯 说到底 做出这样不断决定 也是基于清政府此时的国情 当时的清王朝早已是摇摇欲坠 清军也早已不是康熙 乾隆时期的精锐之士 如果不是自己竭力争取 朝廷极有可能会选择放弃新疆 而他自己也年事已高 无法再兼顾新疆内乱 如果叛军卷土重来 将会后患无穷 大清已经经不起第二次折腾了 必须趁自己有能力之时 避其空于一意 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在战争中 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 有时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左宗堂的这种残忍行为 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所做出的必然之举 在收复新疆后 台关出征 亲自带着四万清军陈兵哈密 在谈不了就打得强势威胁下 沙俄最终同意 归还伊犁的大部分领土 在左宗堂精心设计的战略指导下 清军用一年半时间 收复了16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成功保住祖国领土的完整 正是有了左宗堂的奋勇和果断的选择 新疆自收复之后几十年来 一直保持安定 如果不是左宗堂据力力争 可能早就被英俄瓜分带进了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畢生